我不要管好了 那其實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你跟他的感情的橋樑 還沒有建立 其實你很難去做些什麼樣的 做些什麼樣的改變 因為他不信任 好 那孩子最重要的就是 像我們在輔導小孩也是一樣 你要先等感情建立之後 你才能夠去跟他講一些道理 講一些事情 他才會願意接受 其實我覺得對學齡後的孩子 尤其是高年級 一直到國中這個階段 你站在 跟他站在同一陣線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你要先跟他有感情的橋樑 就是說你們的 我常講說親子之間的存款很重要 像很多爸媽會問我說 欸 原來你也會打小孩喔 我說對啊 我氣起來我也是會抓公的 那但是我常講說 親子存款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這一輩 很多小孩我們也是被打大的 可是我跟我爸媽感情也是很好 可是為什麼你常看到新聞上 有那個被阿嬤打兩三次 或者是從小被打到 結果就把阿嬤殺了 或把爸爸殺了 然後還完全沒有回憶的 其實那就跟他們親子之間存款 不足來的 來有很大的關係 你如果根本沒有存款的 好 你每次都是扣款 你每次都是扣款 到最後感情就是蕩然無存 但是如果你們之間的情感是很豐富的 比如說你們常常溝通 我們常常聊天 你為孩子付出很多 他也能夠體會到你的愛 你們兩個的關係是很緊密的時候 你的偶爾的指責 或者偶爾的抓狂 或是偶爾的 提發 他的扣款絕對就不會變成富的 好 其實假設你的親子存款有100萬 你扣了1萬塊 你還有99萬 你怕什麼對不對 對 所以這些狀況其實都要看你們平常相處 平常相處就要靠聊天 你平常跟他相處得很好 偶爾你打他一下 他也 他可以諒解 媽媽生氣了 對 或者是你偶爾沒耐心 他也可以稍微體諒 他可以體諒 這很重要 我待會還想要跟安逸姐 聊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有很多的父母親 即使現在 這麼開放的一個社會 但他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樣 跟小朋友談性這件事情 這個真的是很難的功課 就像我們健康教育的老師 都知道說 應該要把就是 這些名詞說出來 但他們還是在課堂上說不出口 就是很大的一個學問 等一下智慧的安逸姐 來跟我們聊一聊 怎麼樣跟小朋友 從性這個部分 開始慢慢聊到 他們應該要懂的一些觀念 休息一下 很多的父母親 在面對小朋友慢慢成長 然後開始接觸到一些 所謂性的觀念 或是他們會開始質疑 媽媽我是從哪裡來的 媽媽為什麼 我有小姊姊姊姊沒有 這些問題 好尷尬喔 對啊其實我覺得 小朋友一定都會啦 像我兒子每天都問我說 媽媽 為什麼妳有大奶奶 我沒有大奶奶 她喜歡大奶奶 然後我 有時候我妹就跟她開玩笑說 妳將來長大去裝兩個眼水袋 妳就有大奶奶 對啊 因為我兩個小朋友吃母奶吃到很大 所以她還有對那個 就是乳房的那種正念 她會很晚上會摸啊 或者是她很喜歡就是 對很好奇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大人倒不必要去想太嚴肅 像有些媽媽就是會 小孩一問她就 開始覺得哇這問題很大就要講得很深入 其實也不用 因為每個年齡層的小朋友 她理解度不同 所以妳對於三歲的小孩問說 媽媽我從哪裡來的 妳可能只要跟她講 媽媽妳是從媽媽肚子裡生出來的 就可以了 她不會再繼續問下去 欸對 安妮姐這樣講 我想到一個笑話 就是有一個小女孩啊 她回到家就跟她媽媽講說 媽媽媽媽我今天在學校啊 就是旁邊的男生 隔壁班的男生好討厭喔 他們一直問我說我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就跟他們說我當然是女生啊 他們就叫我證明給她看 後來我就證明給她看了 結果這個媽媽就很緊張說 妳證明給他們看了 妳怎麼證明給她看 因為媽媽就想到 是不是 喔 對 對 用什麼身體特徵證明 結果這小女孩就說 我當然是拿我的女童軍證給他們看啊 所以就是 對 很簡單 對 就是可能小朋友 邏輯很簡單 反而是我們大人把它複雜化 對 那像我兒子 那他現在六歲嘛 有一次也是早上起來 因為小男生其實都會有 自然的生理性的勃起 那有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他就跟他姐姐 因為要換衣服嘛 就脫下來之後 去尿尿的時候 他就跟他姐姐說 妳看 姐姐妳看 我的尿尿有力氣 會動喔 然後他就動幾下給他姐姐看 他姐姐就 覺得很好玩 就說 欸 那再動一下 再動一下 可是妳知道那個 城堅的那個勃起 其實很短暫 所以他很快就沒有了 六歲已經會掉了 會會會 其實很小的baby 嬰兒就會了 嬰兒其實他有時候 你把他換尿布的時候 你解開 那他想尿尿的時候 那個男baby的話 你就會看到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生殖器是有勃起狀態 狀態 就那一次很好笑 我女兒就說 欸 真的耶 那妳再動兩下 然後我兒子就說 不行 他現在已經虛弱了 沒有力氣 他不會動 然後那時候 我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他就 馬上就問我說 媽媽啊 為什麼我的鳥鳥 有時候有力氣 有時候很虛弱 然後我就聽了 我也覺得我很虛弱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你怎麼回答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欸 我說鳥鳥 有的時候會很 可是媽媽沒有鳥鳥 你要不要等爸爸回來問他 就我剛剛 好 問題推給老公 對 我就把問題推給我先生 那我先生 沒有 他進來之後 然後我兒子就重複一次他的問題 然後我老公就 就 就 看他眼睛說 喔 他說鳥鳥裡面有血液的時候 他就有力氣 沒有血液的時候 就沒有力氣 就很虛弱 然後我本來在想說 我兒子應該會追問 那他說他有血液 就是我們血流進去的時候 對啊 然後我本來有我兒子會追問 那為什麼會有血液 為什麼會沒有血液 欸 我兒子沒有問 然後他就 喔 然後他就去洗澡 所以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那後來呢 他就有繼續問 比如說他有時候就會問我說 欸 媽媽 為什麼我有鳥鳥結沒有 然後我就 當然你就會跟他解釋 什麼是男生 什麼是女生 那他有一次就會問說 那為什麼 你有毛 我沒有毛 好 他會問這樣 好尖銳的問題 小朋友就會這樣 他會直接問 那我就會跟他說 我們人體啊 就是在長大 我女兒會問 好長大之後呢 我們身體個部會長出一些毛 來保護我們的器官 比如說我們腋下會有抑毛 抑毛是因為我們有時候流汗對不對 他必須要排除 然後比如說我們有眉毛 眉毛是為了保護我們的眼睛 汗水滴下來會被眉眉擋住 好 那我們會有這個 所謂的齒毛 那這個部分是保護我們的身體器官 不會被摩擦啦等等 就是跟他解釋 那其實他聽天就偶偶就懂了 然後他後來就問我說 因為他現在三年級了嘛 他就問我說 那我什麼時候也會跟你一樣 開始有長毛 或者是有黏黏 有月經這樣子 那我覺得差不多時間到了 我就買了一本那個小女生身體的秘密 它是一本書 就是講生理的書給他看 然後我就說那你要不要先自己看 因為很多媽媽覺得講的也不清楚 那他裡面有圖 然後有這個漫畫 都會解釋很清楚 你先看有問題我們再討論 然後我女兒很好玩 他就那本書很有趣 所以他很快就把它讀完了 那當然他是先跳著讀它 有興趣的部分先看 然後他有一天早上就問我說 媽媽 你看我長小貝蕾了嗎 他就把他胸部停下來給我看 他叫我給他摸一摸的 然後他現在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媽媽我什麼時候就穿胸罩 他就很期待 他能夠像成熟的女人一樣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一個小女孩 媽媽是他的第一個 就是接觸到的女人 那他會希望他能夠跟你一樣 所以他會希望有好的身材 比如說他也看到林志玲很美麗對不對 身材很漂亮 他就希望他有大的胸部 他會跟我說 所以其實我覺得掌握一個原則 就是說不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嚴重 因為問到就是性偵方面的問題 他只是身體的變化 不一定是男女情勢之類的 所以不需要去講到那麼深 其實某些時刻他還小 我覺得可以再大一點 他們只是對身體的特徵有疑問而已 那你可能到了孩子 比如說五六年級之後 他開始生理期發展出來的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跟他講一些 怎麼樣保護自己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說 不管我們在怎麼跟孩子解釋這些生理的特徵 都一點一定要教他的 就是這些是我們的隱私 第一個我們不需要去跟別人談論 第二個除了爸爸媽媽之外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保持我們自己身體的隱私 不要去讓人家隨意的觸摸 也不能去觸摸別人 對這很重要 對比如說小男生喜歡先女生的裙子 那這個時候就要教他這是隱私 所以他有像我兒子有時候很喜歡摸我胸部 那因為還小 但是漸漸的我就會跟他說 這是媽媽的身體 你這樣做我會不舒服 所以你如果真的很想碰我的胸部 那你要先贈得我的同意 所以我兒子現在都會問我 媽媽我可以摸你妹尼嗎 這很好的一個觀念 對那隱私這個部分是很重要 一定要告訴孩子 其實我覺得親子的相處之間 有很多這個範圍太大了 真的是講都講不完 然後很多事情 像剛剛我在廣告中間也有跟安怡姐聊天說 我不太會跟小朋友聊天 安怡姐說不用想太多 有時候就是遵循著你的天性 然後再去慢慢做一些修整這樣子 主要我覺得放開心胸是最重要的 跟他同等的高度 真的 不用想太複雜 真的 今天非常謝謝安怡姐跟我們做這麼多的分享 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用聊天開啟你跟親子之間 一個很窩心的旅程 那也祝福所有的父母都能夠了解自己的孩子 謝謝安怡姐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